逢年过节或者是结婚庆典 台湾民俗往往会放鞭炮来增加欢乐气氛 不过您相信吗 鞭炮居然还可以拿来作画 而这位画家甚至还只是为七年集生 带您来认识画家雷涕 因为一次放鞭炮有了灵感 尝试特殊的创作 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不到一年还开了画展 作品仿佛水墨画般的质感令人惊艳 不同佛像穿上现代服装 表现冲突感 一肩扛起武器传达世界和平理念 一幅幅画作看来是水墨画 但仔细看画纸上 黑色线条却有燃烧破碎痕迹 不是毛笔笔触也被扑墨画法 直到作者拿出创作工具 一切捐相大白 答案竟然是爆竹 用鞭炮作画令人难以决心 这创作的机缘是从我在前一份工作 在我们在公司的庆典 我们在祭拜的时候 释放鞭炮所留下的痕迹 当初我在看到鞭炮燃烧过后 那地上有些食指或是一些纸片 那刚好在地面上没有被炸到 所以很自然地 它在纸张的下面 就会发现就是有白的效果 今年籍画家雷涕 高中就读异效 不过大学以及工作 却看美术无关 原本只把画画当兴趣 没想到却在一次 释放鞭炮的过程中 为它开启灵感 甚至毅然决然辞职 转而尝试特殊创作 专行作画 尤其喜欢中华文化 作品因此洋溢 中国风 就我生活中看到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都大部分都是从西 从洋 从东洋 他们对自己本身中华文化的认知 是非常的薄弱的 他们觉得中华文化是一个低俗 或是说local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 负面的一个意识形态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们两千多年的一个中华文化是 我们应该是以自以为傲 为成为中华民族龙的传人 这个 不到一年时间累积超过二十幅作品 题材取自日常生活 其中这幅探讨同性恋一体的龙凤图 就是最爱 启发师我在看到白鲜勇的《镊子》这本书 他在里面讲到说龙凤 其实本身是同性 都是同是雄性的动物 同性恋是他们 是本来一直长久以来 一直存在这个社会上面的 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没有需要去 刻意去排斥他们 对 就是正面来看 是同性恋这件事情 还有这佛丧纪创世纪 实际上是中国娃娃与西洋宝宝 分别代表他贩外国老婆的一国姻缘 就连表框雷涕都坚持要一致性 由自己手工慢慢磨 要求相当高也许就是成功关键 毕竟爆竹难以控制 得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淬炼 还有剧场足以让人 叹为观止的 化展成就 港东新闻纪与公路遥 陪伴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